Fairy Drills Book 2 Poco Studio的出版社出版 上一個片段58頁已經錄錄了 今天我們做第59頁 仍然是要將 Time Sinature 拍子記號 上面的拍子 游了去就知道 這個是44拍子 For 4 Time 怎樣說拍子記號 For 4 Time For Quart Church B Zinnabab 每一個小節裏面有4拍 是以4分音符等於1拍 所以我就畫個4分音符給你看看 因為我小時候 我真的不明白下面的4字是解什麼的 下面的4字代表什麼 4分音符 沒錯 4分音符的樣子是怎樣的 黑蚊蚊有支棍的 下面有些小蛋糕 知不知道是什麼 是個Beat 我畫了一些心心 讓你知道Beat是不會變的 因為很多小朋友都會 我有數拍子 1 2 3 4 1 2 3 4 就不是叫做拍子 因為Beat是要不要穩定的 Steady Beat 沒錯 好像我們的心跳一樣 一定要很穩定的 那靠誰幫忙 拍子機 拍子機 拍子機的英文是Metronome 我的學生說 拍子機是Dr.Beat 不是Dr.Beat是牌子的名字 拍子機的英文是Metronome 要用Metronome幫幫我們 因為人們一定喜歡衝快的 靠拍子機 我們用63 做了一些Beat Beat Beat Tap to B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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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一個穩定的拍子 然後就加上Quayverse 因為我們其實第58頁 是在學Quayverse 八分音符 英國人就叫做Quayverse 那美國加拿大人 你知不知叫做什麼呢? X-Nurks 八分音符是半拍的 那些rhythm names 看看吧 半拍呢 我們會叫做Titi 是嗎? 接著一拍就是Ta 如果兩拍我們會叫做Half Note 接著有三拍出現了 這個Dotted Minim 我們的rhythm names 我們會叫做Long Half Note 沒錯 接著你會看到 為何你的Quayverse 畫到沒有了頭 沒有了Note Head 因為小朋友畫Note Head的時候 然後這支棍子又不知向左還是向右才對 所以很難畫 我們有一種方法叫做Stick Notation 符幹的記譜法 那凡親Titi 你就可以這樣畫的 沒錯 很多人都是這樣做的 又畫得快又容易 Ta 也可以用Stick Notation 一支棍子就是Ta 但如果去到二分音符兩拍就沒辦法了 一定要畫一支符幹 陰符那支棍 陰符那支棍的英文叫什麼 知道嗎? Stamp Stamp 陰符那支棍就是Stamp 附幹 陰符那支棍 Long Half Note 都沒得Stick Notation 都是要畫一個Note Head 畫一個點 知道嗎? 好吧 一會兒我們看看Time Signature 整個全部都是四拍 四拍另一個名字叫做 Quadrable Time Quadrable Time 全部都是Quadrable Time Count 或者是Beat 都是解拍子 我想考考考你還記不記得 四拍的歌 第幾拍是最重要的 第一拍就比較重 第二拍就比較輕一點 第三拍就比較少少重 Tenuto一畫 第四拍就比較輕的 即是說如果你數得很有節奏感 我們就會數 1 2 3 4 1 2 3 4 沒錯了 就不會數到 1 2 3 4 拍到一樣 就像機械人 彈出來就會是一樣難聽的 所以要小心注意有重音 有重輕之分才好聽 就像我們說說話 有重輕之分 你就會覺得 嗯 這個人說話也不太悶 這樣 好了 我們可以先做完整首歌的rhythm names 這個說 Ta 這個呢 Titi 拖著手是Titi Quavers 這個呢 Long Half Half Note 這個呢 Half Note 好了 我們首先最重要是Tap the Beat 打著大腿仔 一直這樣下去 總共有五個小節 1 2 Ready go Ta Titi Titi Ta 記得Tap the Beat Beat是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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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然後拍攝自己 這樣就能幫到你了 就不要因為 哎 你有節奏的變化 那你就會亂來 是不是 還有一件事 你會聽到 John John 把節奏 拍到這樣 那有什麼問題呢 太過重的話呢 你會感受不到節奏的了 所以呢 輕巧一點 拍著那個Beat 就不要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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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呢 很粗魯啊 節奏就不夠輕巧了 好 對了 好一點了 Tap the Beat 小小力就能聽到 1 2 Ready go Ta Titi Titi Tita Titi Tita Titi Tita Long Half Note T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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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a Titi Half Note 沒錯了 其實呢 不要看 哦 哦 然後呢 然後呢 嘴仔再說 Rhy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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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會變的 Titi Titi 沒錯,其實不要看,很簡單,有TA,有TT,有Tap the Beat TiTi都不簡單,很多小朋友只能夠做到TA,T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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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h 那就錯了,手是Tap the Beat,口是Rhythm,Rhythm會不會變的? 會變的,Beat不會變的,所以這個就要練習了 如果你想長大一點,一拍就分開兩份,就開始想數拍子 也可以照樣數,我們都要有些節奏感,千萬不要 彈出來就好像在弄音一樣 我示範兩個小節,一樣是Tap the Beat 準備了,誰幫到你?拍子機幫到你? Tap the Beat,準備了 準備,Go 1,2,3,4,1 1 2 3 4 再下去 2 3 4 1 2 3 4 1 2 3 4 你聽到我數的時候 都很有節奏地數 千萬不要 好像Dr. Beach 他都會有人聲的機械聲 你聽一下 1 2 3 4 不要聽 因為不人性化 他只是一個機器 所以你留意一下 一個這麼簡單的樂理 都有很多地方要注意 要練習